越南一直是东南半岛,乃至东南亚地区的强国。 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,越交狂乱自大, 自认为自己的军力,仅次于非联合美国, 自称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, 肆无忌惮地入侵了老温和田苦寨, 派二十万军队,分别占领了这两个国家, 成为当时在国内入军的数量, 紧低于非联合美国的国家。 漫漫,为啥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越南那么膨胀, 那么嚣张呢? 对史上,越南的多个封建王朝, 不管点量不断向南扩张, 但始终都是中国的三属国。 十九世纪中以后, 经常说日与日在维系自己的中方地位, 越南流入了法国的殖民地。 法国的统治一直持续待了二战半方以后, 1940年曼翠德国横采新欧, 德军占领法国。 紧接着, 日本日军占领了越南, 但越南与胡志明有首的越冠武装, 一直在北地抗击越军。 直到1945年8月, 日本宣布投降, 便赶出越南。 然而, 这时的法国又试图恢复对越南的殖民统治, 1945年9月法军军占了西贡, 从此以胡志明为领导的越南严明69年的看法, 拉开了戏幕。 此间, 中国派出了以成功大将为首的军官顾问团, 帮助越南抗击法军, 并最终取得变边府大决, 法军失败撤离越南, 但法军刚走。 1955年, 美军就接踵而来, 当时正是冷战时期, 处于对越南大阵营博弈的前级考虑, 苏联就利用越南先号越制美国, 因此大力援助越南, 其中包括154坦克、 美国21战艇, 以及大量的轻武器等装备, 同时, 中国也给予更少援助。 最要一来, 当时的越军在武器装备上, 甚至不调于美军, 为不是军人极度缺乏。 原来, 越南政府就后照父母拿起武器, 与美国大兵奋勉作战。 大家知道, 越南女人个个都是十分强恨的女恨子, 其来人盖, 身体素质也不比越南男性差, 而且抑制品质超长。 他们常以做门活的普通妇女出现, 身上确定武器, 以各种手段出其不力地攻击敌人。 越南女兵用美军文字放胆, 美国士兵, 一见到越南女人就高度紧张, 高度警惕, 因为稍不留神, 就可能没了性命。 这种高度紧张的精神状态, 给美国士兵造成了极大的心理压力, 引发了心理疾病, 让他们生不如死。 最终美国在战场上的失利和国内的反战中, 忽悠悠地撤出越南。 撤离时, 美国给南越政府, 留下了超过100美元的先进武器装备, 但南越仅仅少了两年就被消灭, 越南实现了南北统一。 就这样, 越南经被从40年到中期, 一直到70年到中期, 一直在打仗, 打了30多年。 越南官兵的战术观念, 战术动作都十分脑大, 作战军念极为丰富, 尤其是擅长的近战, 越战, 非常娴熟。 不夸张地说, 到了炉火纯新的程度, 因为有了美国给南越超过100美元的军事装备, 击打了中苏纪里的不少连入, 和后来虽然的十几亿美元的支援, 这让越南就成为当时中南北岛, 买至中南外东越最粗的国家, 不说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, 但增和军事实力见识很强, 所以撑完车罢中南北岛及东南南越旺就膨胀起来, 所谓生活力气杀机肆起, 加上苏联撑翁, 越南便开始对外扩张, 不断发扰袭击周边国家, 先后发生了中越和越紧, 越太冲突及战争, 大家请愿望看, 请发表意见, 从容颜与网络, 反全归严重者所有。